新版的海绵宝宝越来越往列起走了 说实话这画面就算是成年人看了也会不是吧 再这样下去海绵宝宝就得凉凉了 这是国内网友对于海绵宝宝最真实的评价 甚至有不少网友看到国内以前有个疯狂小堂抄袭海绵宝宝 做成了屎尿屁 觉得恶心 然而如今再看来海绵宝宝现在的路线却是向疯狂小堂无限靠拢了 如果你不信 那么今天的这一集可能就是新版海绵宝宝的代表作 看完后不禁毛骨悚然 笔七宝海滩上惊现了一种神秘的新兴玩具 只要将脑子打开 然后安装上最新型的螺旋桨 就可以把脑子带上天空 想飞去哪就飞去 这种玩具就叫飞旋脑 有这样高智商的玩具 小海绵和拍大傻是不会放过的 通过电视购物很快就网购到了这种玩具 从玩具箱子里拿出抄下人的绿头鱼头头 先把对方的脑子给吓出来 然后给吓出来的脑子装上可以飞翔的螺旋桨 接着拿出控制脑子的遥控器 深挖硬拽之下 脑子就这样飞上了天空 这种玩法被现在的小孩们称之为解放心智玩法 只是空荡荡的躯体实在是让人看着胆战心惊 小海绵和拍大星先是体验了一下飞旋脑的遥控能力 疯狂地朝对方撞击 撞的是鼻青脸肿 接着一顿吓人操作 把小海绵自己的房子给完全破坏成了末日现场 此时单独玩闹已经不能满足这两个傻子的需要了 他们通过飞旋脑飞进了章鱼哥的家里 甚至把脑子停在章鱼哥的头上 章鱼哥被吓得三魂丢了七魄 拔腿就跑 小海绵他们这样也不是很满意 利用飞旋脑再比起宝的领空肆意地飞了起来 甚至开始攻击对方的身体 将对方的身体一切为二 这奇怪的画面让人看到后不敢相信 这是什么造型 而另一边的泡芙老师和谢老板正在搞烛光晚餐 谢老板正想泡芙老师告白 想要和泡芙老师揪蜜一下 泡芙阿爷 我们都约会16年了 我真的好希望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做那一件事 什么 阿金 可以揪咪你一下吗 哦 哦 阿金 你怎么现在才问 过来 小海绵的飞旋脑到了 把两人吹成了气球 那么整个海滩就没有人能够治得了这两人吗 并不是 很快一条红白相见的条纹鱼 开着飞旋脑提着一筐鸡蛋就向他们砸了过来 原来此时比起宝的上空全是飞旋脑 各种脑子在天上飞 这一幕要是在小时候绝对又是童年阴影系列 各种各样的飞旋脑 就这样展开了大赛 比拼谁的速度更快 没想到速度太快杀不了车 一个个都撞在了门口收废品大爷的烟囱上 被打野无情地给缩进了自己的篮子里 这一下小海绵他们眼睛一片漆黑 都不知道自己的脑子到底去哪里了 可怜的两人只能随便找来一个东西装饰一下脑子 一个是婴儿 一个是消防栓 可是他们发现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他们开始慌了 于是他们打电话叫来了山迪 而山迪作为最会发明的科学家 还真在之前发明了失踪脑侦测器 最终根据侦测器的只是小海绵 他们的脑袋废品大爷的垃圾框找到 小脑儿全都飞回去找到了主人 原来大爷是极度小孩玩得太快了 而他只能如此孤独 小海绵灵机一动 将螺旋停给大爷的屁股上按了上去 大爷也能愉快地玩耍了 说实话 这集真的是过于脑洞大开 将脑袋直接提出来 用螺旋桨飞着玩 这是什么古怪的想法 然而还有无数脑聚集在空中飞来飞去 这画面哪一幕是适合孩子看的 海绵宝宝的最终结局可能真是疯狂小堂吧